本节目由 朵立丝森林赞走播出 大家好我是许舒桥 然后今天很高兴可以参加 MAX的这 软圆外 软圆圆 软软的 好 台湾文化真正赞 意气方法 真厉害 民宅不得出 优素海 好山好水 就你来 客人来泡茶 我是王位 今天来 我们告诉一个 台湾人都知道的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阿里山 我们今天邀请到 这个阿里山 眉山香小王子 许舒桥先生 来为我们介绍 他们家的民宿 朵立丝森林 大家掌声欢迎 大家好我是许舒桥 然后今天很高兴 可以参加软圆外的Podcast 然后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我这五年来在 返乡 经营民宿的一些想法 然后最主要是让大家能够更了解 阿里山或者是整个嘉义的山区 有哪些地方好玩 还有一些人文风情 是很特殊 值得大家真的 花一点时间来走一走 这样子 哇 真是太好了 其实我们今天 还有一堆 我们这个助理主持人 他就是大家 这个听众的好朋友 这个意气 听不腻的老爹 大家好我是老爹 还有我们的这个 Nikki 哈喽我是Nikki 是是是是今天有四个人 做回来到我们这个 朵利斯森林 我们今天是这个夜间的Podcast 户外我们几个好朋友 做在开港 看星星 看月亮 我们这个苏桥 你对我们这个 朵利斯森林的经营 有什么心得来 分享给我们 听众朋友 我刚开始 因为我 其实是出社会 五年半六年 当了六年的上班族之后 我决定返乡 当我要返乡的那时候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 我是觉得 这个外面的世界 我大概也看得差不多 哎呦 我也是像 原外同样 去用这个世间 糟蹋 去用起呼 冷静的冷暖就对了 我跟苏桥 我们是以前 一间公司的这个同事 我们这样 互田三口 互相鼓励 互相安慰 对 互相安慰 对 今天有这个缘分 数年后 我们这个电视 常常看到 数年后 今天 做会 在我们这个苏桥 引导相遇 对 然后 我是觉得 在外面工作的话 你主要呢 你是把你的时间 卖给公司 可是 回到民宿经营 其实你自己 就是你人生的主人 然后你就是要 培养你自己的人生观 那我自己觉得啦 人生观其实就是 你怎么样 使用你自己的时间 要耗费多少精力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觉得这个是 经营民宿的 每一个主人 会有他很独特的人生观 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 住民宿跟住饭店 最大的不一样是 住饭店去享受 他的设施 跟设备 可是住民宿 除了 这个民宿要有 他很独特的特色 譬如我们家 我们家是 朵丽丝森林 其实顾名思义就是 我们就是很喜欢森林 所以我们营造出 一个森林的感觉 有这种浪漫 然后舒服的感觉 让大家可以 走到户外 然后享受 哇 我们现在跟 软圆外 坐在一个草皮上 对 没错 然后外面 四周都种着洛宇松 算说今天心心非常少 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心情 非常非常的舒服 很舒压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 经营民宿一个 比较有价值的地方 那这个跟我一开始 返乡的时候 的想法差距非常大 我一开始对民宿的认知就是 带民宿的客人进房间 然后收钱 然后我妈一直跟我强调说 你坐民宿会看到 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 我以前就想说 我以前做海运业 做其他的工作 我应该看过 各式各样的人 而且我在台北混过 我才是应该看过 各式各样的人 我是小灰 可是我后面发现 不好意思 我肤浅了 真的 怎么说 我肤浅了 因为再怎么样 每一个人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进入到 这个民宿的这个场域 从他踏进来的第一秒 到他离开的最后一秒 他都会面临到很多问题 譬如说 他想要找吃的 他想要找旅游的景点 他会有非常多的问题问你 可是每个人对 每一个问题的反应 都差距非常大 像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这边曾经遇到停电 有一对夫妻 非常非常的生气 一直质疑我 为什么你民宿 会遇到停电这种事情 可是有一组年轻 情侣他们好开心 他们觉得超级浪漫 然后他们就点蜡紫 我从来没有思考过 同样一个问题 在不同人的身上 反应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 这样子 我曾经也有啊 过年 像今年过年的时候 我初五把人家的定房搞错 人家是包洞 我把他没寄到 我还收他的定金 可是我还把他 再散卖出去给别人 哇 糟糕了 这个可以讲 然后我是在出 除戏还是哪时候我才发现 我赶快帮他们找其他替代的 因为刚好很幸运 下面有一间民宿新盖好的 他没有打算要出五那天营运 那我先去问他 你要不要先赚这笔钱 对 相挺 但是我很感谢这组客人 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跟我抱怨过 哇 他们也接受你的安排 他们也接受安排 我觉得 但是我也有遇过那种客人是非常生气 但是生气我觉得合理 我也有遇过来住宿 然后住完之后 整件被子上面都是狗的尿 对啊 然后我住过离开之后暖炉不见的 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 我觉得说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 以前书桥跟万威 我们以前是辛劳 但是现在书桥跟他去做老闲 你要面对的事情又不一样 你要让我做割材 让客来如何跟他自责 因为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割定 事情的管理 但是现在你可以发挥你的循环 你的创意 我们这个意识听不逆 算是在家去做老闲 你有什么想法 要跟书桥交流这个吗 一起听不逆在十年前就到台南 然后开始经营自己的音乐事业 然后也现在都在餐厅助唱 所以我们也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客人 但是相对的我觉得我们比较幸运 我们的客人对我们都比较有鼓励的方面 比较少遇到比较奇怪啊 或者是奇妙的客人这样 但是我们觉得也是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 也给我们很多鼓励 虽然我们粉丝没有到那么多 但是我们只要有一些新的东西播出来 或什么的话 就很多粉丝会相挺 像我们前一阵子疫情啊 我们没有办法在餐厅住上 因为没有客人 所以我们就去夜市摆个小摊 有很多客人看到我们的粉丝 夜市之后就跑到夜市来找我们 然后看到你们怎么在这边这样 很开心 然后过来跟我们一些鼓励这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当老板很有趣 可以面对很多心心色色的人 也可以面对很多鼓励 也得到很多支持 跟一些方向的帮助 像今天很开心 园外带我来旅行 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所以我不知道在瑞里嘛 所以我第一次到这里 每次上阿里山我都没有经过这里 我都会到阿里山上 或者是到了另外一边去 所以都没有到这里 第一次来这边 发现这个环境好棒 然后我们刚刚进房间说 哇这个房间真的是太有特色了 我们刚刚还想说 待会我们就在上面可以 好好的来唱 唱谈一番音乐 对不对 甚至录个Podcast或什么的 我们到户外来 看这星星 虽然今天星星很少 然后我刚刚突然想到一首那个 那个什么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 湿落落的天空 星星多寂寥 好啦 就是我觉得今天味道是很温馨的味道 因为跟那园外一起旅行 美食我们也吃了 然后很多景点我们也走了 对 然后风景也看了不少 照片也拍了蛮多的 回忆应该是存得蛮蛮的 对还交到好朋友 但是最后我们最惊艳的就是 来到我们落脚的地方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惊艳 我们可能在做表演的时候 会在外面就是找一些饭店 或者是一些民宿简单的住 但是很少像今天这样可以来到这种环境这么好的地方 来录个pacas 然后弹得轻松的音乐 甚至三五好友坐下来聊聊天 吃吃饭 甚至交新的朋友 像我们旁边就有台北来的朋友 对对 还会听到那个聪明鸟叫 对 刚刚还有那个猫啊 在玩的那个声音 是 铃铛的声音 整个是放松的 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这边 就是说这个书桥 现在在夺利师森林也经营五年了嘛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对这些经营也有一些讯会 像说你会带我们来这里的房客 去看星星 还是说萤火虫 你有一个生态导览的旅程就对了 对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要从我一开始 自己的想法要怎么经营民宿 到现在每一个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我的改变 跟大家分享 我一开始刚回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只要把网路行销 然后把关键字 Google关键字 然后Google商家评论 把它经营好就好了 然后这样就可以为我带来 很多很多的客源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 还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去学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人生最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真心真意 而且不管对任何人都一样 这件事情我学了四年半到现在 我没有觉得我学的够好 但是我愿意在这个道路上 这个目标上继续努力 那我一开始呢 就是用这种大家都想得到的 要用网路行销 对 现在就流行 对 然后要用这种方式 很快速的变很红 然后我希望每天都来非常多的人 但是我到 大概第二年的时候吧 然后呢 我其实是一个蛮在讲话的人 然后我一开始发现 我的萤火虫好像讲得不够精彩 然后我就开始会去 网路上找别人的讲解 或者是找一些额外的讯息 然后我就喜欢分享 然后透过我的分享 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 老板 你是不是对萤火虫很有爱 我其实没有 我没有那样子想过 我从来没有那样子想过 我原来在讲解过程 给人家的感觉是这样子 然后我就某方面 有点被他鼓励到 就像刚刚 刚刚我们的一起说的 被客人的反馈 然后支持到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 都是很不一样的 都是很独特的 我从来没有用这个观点 去想过说 原来 我讲解萤火虫 给别人的感觉 是我对这个东西是有爱的 那我觉得爱是这个世界上 最重要的一个 最有力量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 那个内心里面 这个方面有点被打动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好 那我以后我都要把萤火虫 导览 我都是要用一样的方式 去做努力 我曾经啊 因为我们家很远 所以每个人来的时间不一样 譬如说今天是买房 我们家有15间房间 然后每间都买了 不见得有办法 每个人都跟我在同一个时间 去看萤火虫 我会愿意等一个人 然后9点半 我再亲自带他去 因为我就觉得 每一组客人 我都希望我可以尽我的力量去 让他们 进入到这个美的世界 他们感受到那个幸福的感觉 对没有错 没有错 然后我就是一路一路这样子 然后从这当中不断的被感动 连我自己 我内心里面其实是快乐的 其实是感动的 那不是跟钱没有关系 我一直都没有把这个看得非常重要 对我来说是附加价值 可是一般的人 在经营民宿 把那个当作最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东西才是附加价值 我觉得要把这个两个捣换起来 就是我们应该要先把 我们的专注度先放在 客人需要什么 然后先理解他们 然后敞开心胸 那我觉得要真心真意 让人家可以接受到 这个老板他是真心的 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 而且真心真意跟油腔滑掉 有很大的不一样 你其实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去说服你的客人 这个老板他是有想法的 然后他愿意再给你机会 大概到第二年第三年 我的专注点都还只是在萤火虫 但是到今年开始我慢慢发现 我可以从很多很多的小细节 开始慢慢的知道 上礼拜有接到一组客人 他其实好像是 有点口腔癌 但他讲话的时候会有点流口水 但他很害怕我看到 所以他就一直用那个 手帕把他一直擦掉 然后我以前没有 比较没有遇过这样的客人 然后我就心里就想说 我应该怎么帮他 然后到最后我终于知道 我要问他什么了 我问他说 明天的早餐 你事实都要吃很流体 不能吃固体的东西 好贴心 很用心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 你要有经验 然后你也要有替他 着想 着想 那我觉得 我觉得服务业最主要是做这样子 我一开始回来的时候 我一直在很犹豫说 我真的要回来端盘子吗 我真的要回来清房间吗 可是我觉得 来住我们家的游客 给我的回馈 都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接下来人生的志向就走一个 就是我会继续经营民宿 然后我希望呢 哪怕只要再多让一个人 能够知道有瑞里这个地方 然后知道瑞里有一个民宿 叫做朵利斯森林 然后里面住着一对母子 然后他们这辈子 就是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他们希望把内心里面 对于那个美的想法 对于那个大自然是 该是什么样子 然后分享给全台湾 甚至是全世界有缘的人 然后愿意先给我们肯定 不论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对我 我都会先用非常诚恳的方式 真心真意的欢迎他 这个是我给自己的期许 所以其实从今年开始 我就已经不再去找任何的广告 不再去找任何的行销 我就是把专注力回到我自己内心的本身 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我的环境是什么样的环境 一切先好好的从内在开始改变 要问这个思考上的 你刚才说到 就是说你对这个躲立丝森林 你的经验你有一些循环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躲立丝森林 这的地形是什么吗 躲立丝森林顾名思义嘛 它就是有一片森林 那我妈妈以前的英文名字叫躲立丝 哦 多里斯 然后她呢 她年轻的时候脑袋里面 就一直有个场景 是她以后要住在一个很美的地方 因为我妈是山上出生的小孩 所以她从小就对山啊 就对树 她有很深的感情 然后我妈在2006年 有一次刚好到奥万大去玩 然后刚好看到奥万大园区里面 有三棵非常大棵的洛羽松 种了大概40年 有大概25公尺这么高 我妈就看着觉得非常漂亮 很感动 我妈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 她回来就买了40棵洛羽松的小苗 然后就开始种在 我们民宿的周遭上 那时候还没有经营民宿 那等到2011年 我妈妈下定决心 开始经营民宿之后 我们全家呢 就一点一滴的 被我妈妈感化 也被我妈妈感动 我的爸爸是个非常木讷的人 非常非常传统的山上人 可是我们爸爸居然会跟我讲说 他现在每天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呢 拿水来让这些树木 长得更高更壮 然后他说呢 新竹有一个正希宝 有很多神木群嘛 他说我们家以后 我们也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我们家的洛羽松也会是我们 夺利斯森林的神木群 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呢 经营民宿 然后能够让都市的人啊 能够接触这个大自然 让自己的身体再跟大自然 做一次很亲密的接触 因为这个是人的本能 可是我们居住在城市里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城市的功能 其实是让我们跟大自然 去做很完整的隔绝 我们要挡住风挡住雨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呢 是某种程度会让你的一些本能 去丧失的 人类都是有亲近大自然的本能 我觉得我一直蛮欣赏文光局 在前一两年的一个口号 叫做走入山林 它是要推倒就是山上的观光 这样子 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 我觉得还蛮打动我的 不仅仅是我们夺利斯民宿啊 我觉得包括整个山区的这些民宿 我觉得最主要经营的方向是 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特色走出来 然后诱导这些 我们住在台湾 甚至世界各地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然后跟欧洲 美国的人 能够来感受一下 台湾山林独特的魅力跟文化 其实我觉得很棒的是 嘉义有一个阿里山 这边有太多太多的历史 就是我们今天进来的时候 有感觉说这个空气 还有我们这个 真的有这个森林的感觉 对 而且它的这个建筑 这个民宿的建筑 另外还有人是感觉很梦幻的 现在有三栋嘛 三栋这个民宿 对吧 风格都有点不太一样 对 第一栋是2011年 然后它是走就是很 有点乡村风这样子 然后就是让人家可以 小家族啊 7到12个人能够来包洞啊 然后唱卡拉OK跟烤肉这样子 然后第二栋跟第三栋 就是比较现代风一点点 然后刚好这两栋呢 是面对面的 中间有一个大概 1500瓶左右的很大的草原 然后四周都是种洛宇松 我们有一栋的洛宇松比较大的已经 14年了 2008年中的 对 然后都大概 也都大概11 12米了 最少啦 可能都不止了 13 14了 可以问个问题吗 可以啊 洛宇松的季节是什么时候 洛宇松最漂亮的时候 其实是 每年的12月10号 一直到2月底 哇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们该来个跨林音乐会 我请圆湾来主持一下 没问题 没问题 而且其实洛宇松 为什么在台湾会很流行 主要是因为它冬天会变色 而且还会落叶 台湾是一个季节感 没有那么强的国家 没有办法像欧洲 或者是日本 就到秋天的时候 枫叶会变红 然后 所有一些风树都会变红 整座山会变得非常的梦幻 这样子 有红 有黄 这样子 然后到冬天会下雪 台湾 就是缺少这种季节感 所以如果你的民宿能够重 或者是你住家能够有洛宇松 然后能够有个十棵 或者是更多的话 它到冬天就整棵变红 然后开始慢慢落叶 那种季节感会给你的感受会很强 好浪漫 就是真的你好像到了冬天 而且其实我不夸张 其实还蛮多有曾经去过欧洲留学的人 跟我说你们家有一点像欧洲 那他就说一点点而已 很厉害了 他感受到季节感 对他感受到 他其实感受到的是季节感 那我通常都会 因为我不是一个会 很喜欢吹牛的 你知道吗 不会那么浮夸 对不对 我通常都会回答说 对我知道 这样你是又像欧洲又像台湾 不是我是说 你有看过欧洲旁边都是那个冰糖树的吗 所以我接下来呢 人生下个十年 从我三十五岁开始 我再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从我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 我会尽可能的把朵丽丝周围附近的地 有连接的 他们只要有要卖给我 我都会买下来 我买下来之后 我就只会做一件事情 我就是会把洛宇松再种回来 那我希望在我四十五岁之前 我能够种出一甲地以上的洛宇松 然后我希望我们这个朵丽丝 本馆这边的洛宇松 每一棵都可以超过二十公尺 然后真正成为一个 让人家来就会觉得 我真的是来到欧洲 来到森林 真的是一个森林的感觉 对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是哈利波特 不管是他的城堡 或者是他的一切的元素 但是我里面有一个部分很喜欢 是我很喜欢他里面森林的那个场景 我非常非常喜欢 那不是一个类似禁忌的森林吗 可是对我来讲 他就是很幽静很梦幻 我就是会幻想说 晚上的时候可以走到一整片那种感觉 里面有你想象不到的东西 会跑出来 可能美女之类的 对啊 独角兽之类的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人一定要有梦想 然后有梦想就一定要勇敢地说出来 所以我今天其实蛮谢谢阮源外能够让我上这个节目 客气客气 对能够让我把这个梦想把它大声地讲出来 那我自己内心里面我其实蛮相信我是做得到的 嗯 一定是做得到的 有 你很有想法 对 对对对 我不知道最后有什么要想象给我的地方吗 对 其实我刚刚想了一下 我不是真的这么喜欢做工商服务 但是呢 我觉得啊 如果你们真的听 有缘能够听到这 这个podcast 然后想要来体验的话呢 要找到我们民宿 其实你只要在google打朵立丝森林 你跳出来 有一个官网有猫咪的 那上面应该都有我们的各种联络方法 嗯嗯 然后欢迎大家都能够 选一个自己能够喜欢的时间 然后来这个地方 跟有缘的人事物结缘 我觉得都非常的棒 也非常的好 这样子 好 这个阮源外也会把朵立丝森林FB粉丝页 这个贴到资讯栏来对 欢迎大家 常常来找我们的书桥 书桥是一个很好的朋友 不知道我们这个意气听不腻 听到这里有什么要回馈给我们书桥的吧 我真的听了之后 我觉得我也很喜欢这种环境 所以我一定要要求阮源外 在我们的跨年 或者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再来这边主持一场音乐会 当然没问题 要邀请两位 我们就可以来现场 那由我们阮源外嘛 就像圣诞老人一样的红 就可以来这边做一个欢乐的传播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企划 OK没问题没问题 好我们都听到了 各位听众听到了 我们有阮源外来召集他的粉丝 对我这个笑声 笑声也蛮适合当赛诞老人的 好那我觉得真的真的很棒 然后有这种想法很棒 然后我也觉得 像我在走音乐上也是遇到很多问题 那其实我今天特地跟阮源外来这边 我也是想要来放松 然后做出自己的音乐 然后可以轻松的去聊聊天 然后不再是为了工作 为了家里再奋斗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是老爹嘛 为什么叫老爹 是因为我有三个小孩要养 所以我就会很认真一直在赚钱 很不容易啊 然后去养小孩 然后其实自己都没有 自己过得很紧凑的生活 但是却没有好好的放松 这次阮源外带我来 阿里山 由阿里山这个机会来到这里 那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放松 你看我坐在这边 感觉就是很享受的 听大家在分享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氛围 所以我刚刚听到若宇松 我就想 什么时候可以再来 所以就刚刚就询问了 什么时候的若宇松 期许今年年底还可以再来一次 真的就像欧洲 如果你说的这个12月的时候 因为其实如果真的的话 我来这边再放松一次 或者来做个音乐 或者是来跟三五好友聚在这边 我觉得是很棒的 嗯嗯嗯 好 今天这个意志听不逆 也真不简单 来到朵立石森林 我们知道这个意志听不逆 他是知名的助唱歌手 今天来到整部队 一定要带来一首歌 不知道我们这个 Niky 你今天准备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想要带来这一首歌曲是 陈启臻旅行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的Podcast 书桥选了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户外 踩着这个柔软的草地 我们其实应该要坐在草地上 可能晚上会有露水 不然这个感觉是很舒服 那今天云雾比较浓一点 或许也可以看到一点星星 有耶 其实就还蛮多了 好像有点散掉了 出来蛮多了 对对对 蛮多星星出来了 三颗 还有小动物啊 小猫咪在旁边 还有虫鸣鸟叫 我很喜欢这种氛围 我也是很期待 之后的机会 再来这边做演出 那带来这一首旅行的意义 就像我们今天来这边放松一样 远离都市的喧嚣 没错 对 来这边身心灵的进化放空 Zither Harp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 你看过了许多美丽 你迷失在地图上 每一道短阵的光影 你平常了夜的巴黎 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 你最爱的真理 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 却说不出你欣赏我那一种表情 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 我才让你都心 说不出 你爱的原因 你爱的原因 我才让你自寻 你不出érique 谢谢带来这首旅行的意义 跟大家分享 感谢感谢 感谢我们这个意义听母亲 还有感谢苏乔 为我们分享这个朵律师森林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 听到这里 在这一集 可以让你们带来 心灵的进化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期待未来 我们大家 共享在相会 谢谢 拜拜 by bwd6